对于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,很多人褒贬不一,有人说他是个尽职尽责的明君,也有人说他是乱杀忠臣的昏君。 熟知明史的人可能都有一种感觉,明朝并不缺少治国忠臣,更不缺少御敌梁将,但由于崇祯的凶暴和多异性急,让这些忠臣梁将一个个成为刀下之鬼,而幸存的人只能选择闭口不言,不敢有,和不再有良策一举。 今天就来详细聊一聊被崇祯处死的明末大将军袁崇焕,袁大将军到底死得冤不冤,看完你就全明白了。 袁崇焕,广东广州府,东莞县人,明朝万历年间变中近市,在从政之初,任福建少武之县。 在公元1622年,也就是天启二年,袁崇焕任兵部职方司主室。 明朝后期,后今不断侵扰明朝边境,袁崇焕深感其辱,于是单其出关,考察关外行事,回到北京后,袁崇焕自行守卫辽东。 在公元1626年,也就是天启六年,努尔哈赤率军攻打袁崇焕守卫的宁远城时,被炸死,袁崇焕升至辽东巡抚。 袁崇焕为人正直,因为不肯臣服魏忠贤宦官集团,被宦官弹劾,从而被撤职。 崇祭皇帝登基之后,为了解除后今对大明边境压力,重新启用袁崇焕并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兼幼副都御史,都师济和辽,兼都登和来,以及天津军务。 在公元1629年,也就是崇祭二年,皇太极亲率大军避开袁崇焕的房区,直逼北京城下。 袁崇焕得知消息后,率部星叶池元京师,迫使后今军退回关外。 金军撤退后,刚毕自用的崇祯皇帝中了皇太极的反剑计,反而将袁崇焕逮捕下狱。 就在此年,也就是崇祯三年,袁崇焕被处死于西市。 在明史,袁崇焕传中记载有如此内容,会我大清涉奸,为崇焕密有成约,令所获宦官之之,因纵使去。 其人奔告余地,地信之不疑。 晚清史学家王先迁在东华路天聪三年中说得更为确切,明朝有两个太监被后金军俘虏去以后,被关在金营里。 有天晚上,一个姓杨的太监半夜醒来,听见两个看守他们的金兵在外面轻声地谈话。 一个金兵说,今天咱们临阵退兵,完全是皇上的意思,你可知道。 另一个说,你是怎么知道的? 一个又说,刚才我就看到皇上一个人骑着马朝着明营走,明营里也有两个人骑马过来,跟皇上谈了好半天话才回去。 听说那两人就是袁将军派来的,他已经跟皇上有密约,眼看大事就要成功了。 在整个对话中所说的皇上指的就是皇太极。 姓杨的太监偷听了这番对话,趁看守他的金兵不注意,偷偷地逃了出来。 他跑回皇宫,向崇祯帝报告,崇祯先是逮捕了袁崇焕,八个月之后以谋反罪,处死了袁崇焕。 皇太极的反剑计漏洞百出,这八个月里如果崇祯皇帝仔细地查证,事情一定会大白于天下,但是袁崇焕还是被处死。 当然了,除了皇太极的反剑计促成了袁将军之死,同时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。 首先是袁崇焕失去了崇祯皇帝的信任。 崇祯皇帝与历史上的王国之君比较起来,可以说并不是那么昏庸,甚至可以说是即位之初,审计独断,一除奸历,天下响望至平。 无论是朝野大臣还是平民百姓,都对他寄予了很大的期望。 但是,崇祯皇帝却是一个刻薄多疑,刚愎自用的皇帝。 崇祯皇帝即位的时候,大明王朝内部被魏忠贤燕党集团搞得一团混乱,派别林立,同时后今的军事力量不断骚扰明朝边境,甚至能常屈直下威胁北京。 吏智有所作为的崇祯帝不禁临朝浩叹,凯然斯德非常制裁,而用匪齐人,亦以分世。 对那些他抱有很大期望的大臣,他先是授以大权,而如果他对这些大臣失望,便切齿愤恨,必杀之而后快。 因此,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,所杀的大臣不计其数,其中总督有七人,巡抚有十一人。 内阁重臣更是频繁替换,先后换用了近五十人。 崇祯皇帝起初对袁崇换是非常信任的,四月他即位后,七月他就召见袁崇换,咨询平定辽东的方略。 你不远万里应召来京,忠心耿耿,义勇可嘉,希望你把平定辽东的方略详详细细地禀奏上来。 袁崇换当时便答道,平定辽东的方略已经全部写进了奏章。 臣受到陛下的宠爱,感激涕零,我请求能够得到皇上恩准,我受命在外的时候,可以根据辽东情况斟酌处理平辽大事。 如果能够得到皇帝的恩准,臣冒昧地认为,我用五年时间就能够全部恢复辽东疆域。 崇祖皇帝非常满意袁崇换的答复,对袁崇换许诺说,如果你能够恢复辽东故土,我不会吝惜封侯的奖赏,你对朕尽心尽力,你的子孙也会因此受到奖赏。 袁崇换出关时领友480万疗响,其中米180万弹,另发内躺120万,铠甲40万锯,红衣大炮石门,其他弓箭均械无数。 到任后,他立即加强防守,准备收复失地,安抚流亡难民。 同时财太军队试图练出一支精兵,并将冀州精锐部队充实到辽东防线。 实际上,此时的辽东边境上,后金在军事力量上已经占据了优势,袁崇换的许诺仅仅仅是为了安慰年轻的皇帝,但是崇祯皇帝却信以为真。 在公元1629年,也就是崇祯二年的春天,蒙古不足发生大饥荒,请求开放边境贸易。 于是,袁崇换上奏要求开放市场,试图通过税收来资助军队,从而减轻朝廷的军饷负担。 但崇祯皇帝发布诏书斥责说,你与蒙古贸易,这不是明摆着拿物资资助贼寇吗? 这怎么能容许呢? 袁崇换对此不以为然,回复崇祯,关外市场贸易,只允许用米布交换柴草,违禁物品,依法严禁,而且他们保证不与贼寇,即后金相通。 他们都说,家中空空如也,如果再不进行边境贸易,用什么来养家糊口呢? 他们愿意用妻子作为人质,断不敢诱导贼寇侵犯寄疗。 袁将军如此回复崇祯,自信满满。 但在后来的后金军队对北京城的围困中,为后金进攻北京带路的,恰恰就是这只袁崇换在奏章中认为,断不敢用奴入贩寄疗的蒙古不足。 因此,虽然袁崇换历解北京之危,崇祯皇帝也对袁崇换进行了奖赏,但之前发生的毛文龙事件,加上这次后金军队的骚扰,使得崇祯皇帝内心深处对袁崇换有所不满。 毛文龙是明朝边境的地方军阀,他率不在皮岛,也就是金段导致长山列岛之间,流动抗击后金。 同时,联络山东登州一线明军协同作战,遥相呼应,构成犄角之势,一度遏制了后金军的西晋和南下。 尽管如此,毛文龙的部队独处海岛,朝廷很难截至,毛文龙的部下官员也有贪污,贸任军饷的行径。 由于毛文龙不听调遣,在公元1629年,也就是崇祯二年的六月,原崇换以弹响阅兵为名,将毛文龙诱骗至吕顺双岛的一处古庙中,将其拘捕,隶属其冒想事工,不受节制等十二条罪状,当众以上方箭将其斩杀。 毛文龙被杀后,后金军队所受牵制大大减少,崇祯皇帝听到毛文龙被杀的消息,一输害,念祭死,且方以重换,乃优质包达。 俄传欲报文龙罪,以安崇换新。 在毛文龙被杀的继承事实无法改变的情况下,他对原崇换的优质包达,仅仅是无奈之举。 崇祯皇帝处死原崇换还有一个原因,那就是原崇换与后金的合议。 努尔哈赤死后,原崇换未经朝廷允许,私自派使者调宴。 后金皇太极趁机前使回复,谋求一和。 当时,尽管明朝军队屡战屡败,但基于天朝尊严,诸将王敢一战首。 虽然原崇换的合议战略上完全正确,而且崇祯皇帝起初也同意, 但这种与皇太极关于合议的私下书信往来,让崇祯皇帝产生了怀疑。 在公元1629年,也就是崇祯二年,原崇换被逮捕入狱。 囚禁审讯半年后,就在此年,也就是崇祯三年的八月, 崇祯皇帝以原崇换赴托不孝,专是七隐,以世米则资道, 以谋义则斩帅等罪名将原崇换凌迟处死于西市。 不明真相的京城百姓对原崇换恨之入骨, 柜子手割一块肉,百姓付钱,取之生食, 请肩肉以孤轻,再开堂出五脏,结寸而孤, 百姓买得,和烧酒生吞,血流齿夹。 最后再总结一下原崇换善杀毛文龙一事。 毛文龙死得确实有些冤, 原崇换在此事中虽然原则上不冤, 但从道义角度上还是比较冤的。 毕竟他是尽心尽力地为大明王朝干活的, 活没干好,落那么个下场。 不过摊上那个大时代, 个人命运为时代做了注脚, 毕竟大厦将倾, 个人跟楼已逝的, 命运基本是随机的。 在中国历史上, 有两大最高统治者冤杀武将, 从而自毁长城的冤案。 一个是南宋第一任皇帝宋高宗赵构, 不思恢复故土, 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杀岳飞。 一是明末崇祯皇帝错杀原重唤, 宋高宗冤杀岳飞毕竟有其私心, 他不能容忍岳飞要迎接被俘虏的皇帝回朝的论调, 害怕失去自己的皇帝宝座。 而崇祯皇帝错杀原重唤, 则是由其多亿的性格造成的, 原大将军冤死, 加速了大明王朝的灭亡, 自重唤死, 便事已无人, 明王争绝已。 最后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原大将军在行刑前念出的遗言, 一生事业总成功, 半世功名在梦中, 死后不愁无永将, 终魂依旧, 手撩冬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